今年端午节,圆柏花莲店透过施工所转介捐赠了50盒知名品牌的端午礼盒给华山基金会 希望可以让华山基金会服务的长辈们有一个温暖的端午佳节 市长魏佳彦特别感谢企业的善心回馈 让若是家庭可以感受到佳节的快乐气氛 端午节前夕,花莲圆柏副店长洪伟伦率领同仁前往花莲施工所捐赠了50盒知名品牌的端午礼盒 要赚赠给华山基金会所关怀的长辈们 市长魏佳彦感谢企业善心回馈 透过花莲市社福平台来关怀弱势的民众 要非常感谢远东百货 然后捐赠了50份非常精美的端午礼盒 有肉粽,也有一些红礼的保养品 还有我们一些气泡水等等之类的一些相关的产品 然后捐赠给我们华山站,花莲华山站 那今天要特别感谢远东百货 那也希望说未来有一些企业想要有相关的一些捐赠 都可以透过我们这边可以联络华山来捐赠给华山 那我想华山在后一期时代后也需要大家的帮忙跟协助 那在这边要特别再一次的感谢远东百货 华山基金会由站长肖介和戴维接受 他感谢圆柏花莲店和花莲市公所的爱心 让弱势长辈们能够感受到企业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 一起欢度端午节 借鲁会话案室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